如果有一些人在减肥的时候 他会特别的不敢吃油的东西 他会很怕吃油的东西 那如果你完全任何油都不吃的话 你会发现到你会更难受下来 因为油就用来制造你 荷尔蒙主要的一个营养素 所以你就可以完全 停止不摄取任何的脂肪 当然你要摄取一些比较好的脂肪 我不是叫你吃那种油大贵 肩脏的东西 不是那一种 就好像一些Omega 3 一些EPO 一些椰油 一些橄榄油 这些东西还是必须要吃的 所以如果是要调理的话 除非你真的是要调到那一种 很细节性的 这样的话你就可能要去厌血 然后你再来针对一个一个一个事项调 不然的话 我们就来做一个overall的调理 这样的话 它其实也是可以帮助刚才说的 那基本的10种的一个荷尔蒙 对不对 对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这个EPO EPO它是名叫夜间炒油 那么刚才老师就有讲到说 如果是在进行瘦身的朋友的话 油你是不可以少的 那么今天我们会和大家分享一下的 是有其中两种油 一个是名叫EPO 一个是名叫Omega 3 OK 老师那么这样 这个EPO的话 其实它是来自植物 对不对 这个EPO 对对对 OK 所以EPO它是名叫夜间炒油 所以如果大家你想要进行荷尔蒙调理的话 你可以多吃这个EPO 那么我在这边有一个EPO 来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EPO是之前我已经有让老师看过了的 那么其实我们在选择EPO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什么事项需要注意的吗 老师 还是说 EPO不一定是要男生吃还是女生吃的 你知道吗 其实大部分的人都可以吃这EPO的 有很多人觉得 EPO是不是女生吃的 男生就不可以吃 这样子的问题了 其实还是可以吃的 对 OK 特别是EPO它很 如果你平时你有月经不顺 就是月经不顺 或者是你已经刚经期不定的话 其实这个EPO 你吃了不过 你很快你就可以感觉到那个效果了 这个是比较明显你可以自己察觉的一个反应 OK 有一些人 可能不是每一个女生 有一些女生 她们每次来夜间的时候都会惊痛 然后她的那个心情真的是很不好 她就有那些PMS的symptom 就是或者是有些很热 或flushes 可是这个EPO 也可以帮你调理这样子的一个symptom OK 这样就是吃了过后 月经就会来得比较顺 或者是说 会一直精通的朋友 EPO也是可以改善 所以EPO也是可以改善的 这样的话是不是针对我们的那个软潮 它就是会让我们的软潮变得比较漂亮 对吗 也不是这样子讲的 也不是让软潮变得比较漂亮 它是很漂亮的 就是你身体那个荷蒙的产生 OK 所以如果来再看了各位 你们有面对着 每次要来月经的时候 你会很痛苦的那种 很热 然后一直会 我有一个朋友 还要来月经之前 他会一直偏头痛的 他这个也是会有影响 对不对 也是他的荷蒙会有影响 OK 或者是说你来的时候 你会一直精通的要去吃Panadol 或者是你来的时候 他突然就会很大很大很大量的那一种的话 你可以尝试吃EPO来调理 OK 来吃这个月经草油来调理 好过你每次 就是会来月经 然后会精通的话 你去吃Panadol OK 那个Panadol呢 他只是让你暂时的止痛化了 他没有 他根本没有知道一个本 他只是在治标 就是让你当下没有这样偷乱 对吗 他常常是不好 好啊 谢谢大家